大家好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 我是Ryno 现在是美东时间22年7月1号 周五晚上的8点15分 今天已经进入到了下半年的第一个交易日 市场整体的表现还算是不错 指数是普涨上涨的个股数量 标普里边416只 下跌的只有74只 而且大部分都集中在半导体这个板块上 那么今天从指数的收盘位置上来看 是一个比较中性的位置 3825这个位置不疼不痒 从成交量水平上来看 今天也并没有放量一个中性的量能水平 所以短期的多空趋势也看不出来太多 目前依旧是上方的3836到4000的压力位 以及下方的3600到3723的一个支撑 看看哪边突破往哪边走 那么今天我想利用这个时间 和大家聊一聊大家关心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是会和大家看一看 这个如果衰退真的来临了 到底是应该抄底呢 还是逃命啊 我们看一看历史数据 关于衰退的一个时间长短 你就知道了 另外呢 今天跟大家来再来讲一讲啊 关于这个GDP的这个预测 包括这个亚特兰大联储的这个GDP 闹的这个模型出来之后 呃整个的市场呢也是显得比较的紧张 还有包括摩根纳通呢也是大幅下调了2G度的GDP 那么这些GDP的预测和最终的这个数值之间 到底有多大的一个差距啊 我们也来根据这个数据来分析研究一下 另外大家还比较关心的是关于今天市场普涨 那么半导体板块 由于在一些利空的消息传闻下 整个呢是普跌 走的是非常的反常啊 所以呢我们来看一看 关于半导体目前整体的一个状况 以及后市啊 我怎么去看待的一个问题 好 咱们呢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整体的这个基本面的数据啊 挨个和大家来讲 今天呢有一组数据是比较关键的 就是6月的ISM的制造业的PMI 数据呢是53低于预测的54.9以及前值的56.1 这个数据出来之后啊 很多的模型再次下调了二季度的GDP的这个预期 整个的国债收益率这边啊 咱们其实也看到 今天无论是两年期五年期十年期还是三十年期 通通都在暴跌啊 这不是一点点的跌是在暴跌 反映了什么呢 反映了市场正在压住一个小幅的衰退 同时压住美联储明年加息放缓 甚至降息啊 在这条道路上是再进一步 那么我们还是回到关于数据的这个预测和模型上来啊 来和大家讲一讲现在的一个状况 整个在本周的我们看到 在一季度的这个GDP的数据修正后呢 是年率下跌是1.6% 那么一季度的这个复值呢是已经得到的一个确认 那么如果两个季度连续下跌 它就会满足衰退四个指标中的GDP指标 连续两个月下跌的这个指标 前段时间我们分析过啊 关于这个衰退指标里面有四个 还有一个呢是这个美国的资商会的消费者信心指数 那个是已经确认满足了衰退的指标 如果GDP也确认连续两个季度衰退 那么四个里边有两个确认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什么呢 我们就要多多的 要真正的要去面对衰退即将到来的这个事实啊 我们看一下 今天包括像摩根大通啊 也是下调了对于整个二季度的GDP的这个预期 首先呢 摩根大学摩根大通的经济学家呢 下调了对年中的GDP的增速的一个预测 对于整个二季度折合年率GDP的增速 预估从2.5%下调到1% 那么本季度的增速预期呢 也从2%降至1% 但是呢 摩根大通的首席经济学家是这么说的 他说我们的预测啊 认为现在很危险正在接近衰退 但是认为经济仍然会继续扩张 他们表示呢 在汽车产量增加和通胀放缓的推动下 今年最后三个月的增速将微微提升到1.5% 指的是GDP的增速 所以他们是看一个短期的 有可能会出现接近于衰退的一个低增长 但是仍旧看在年底的四季度 市场呢开始转暖啊 所以他们这个说法呢 就是比较的一个有更加指导性的一个时间 就是短期 它可能看确实是表现不佳二季度 但四季度会稍微能够好一些 好 那么这个呢 它是对于整个GDP的预测进行了下调 但实际上今天大家经常会关注的另外一个指标 还有很多朋友也会问这个指标 就是关于这个GDP Now 就是亚特兰大联储的他们这个模型 我跟大家简单说一下这个模型 这个模型是2011年推出来的 它主要是通过不断的数据披露 我们不是平常看到很多的经济数据会出来吗 包括今天的这个ISM的这个PMI 对吧 它也会纳入到它的模型中 它要根据数据去调整它的模型预测 经常会发布 每个月都会发布好多次 你看今天的整个模型数据出来之后 他们把最新的二季度的GDP的增长 调到了负的2.1% 我们看这里 他们把二季度的这个增长 从今天是7月1号调到了负2.1% 这个调整说实话是一个比较大的调整 因为昨天他们发布过一次 昨天发布的时候是负1 今天变成了负2.1% 连续两天大幅的下调 如果我们去看他们从4月份开始的这个数据 从4月29号这个上面GDP看这一栏 这个地方是从1.9% 一直是往下不断的下修 下修下修 一直下修到今天 我们看到这里 7月1号在今天的包括ISM的制造业的 这个PMI出来之后 还有这个建筑的支出的这个指数出来之后 一口气下调到了2.1% 那么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 曾经在最大的时候 5月17号是2.5% 然后今天7月1号是负的2.1% 这个调整的速度简直就是说什么呢 按照新闻的说法是断崖式的下跌 或者说是崩溃式的下跌 那么当然他们也一同调低了关于PCE的核心的通胀的预期 调到了0.8% 很明显也是从之前的高通胀水平继续往下调 这个对于通胀来讲倒是一个好消息了 好 那么这个数据我们看到下调之后 那么这个模型它的准确率预测到底有多高呢 很多朋友会说那它这个模型预测是不是代表着官方的一个态度 不是 这个GDP的NOW的模型只是代表着他们制作出来的把数据不断的输入进去以后 通过相当于电脑自动测算出来的 并不代表着他们发布的官方的态度 他们的网站上也有这个声明 不代表着他们官方的一个官宣 只是为了方便大家去追踪现在的情况 如果大家去看这张图表 你会发现下面的这个线 偏绿色的这个线往下走的这个线 是亚特兰大联储的GDPNOW的模型预测 今天是-2.1% 在这个地方 最小最低的这个地方 上面的这几条蓝色的线是什么呢 是市场的共识预期 上面这个分叉是排在最高的共识预期 下面这个分叉是排在最低的共识预期 他们的中间值差不多就是市场共识的一个预测的一个值 这个值呢 目前由于还没有更新啊 还保持高高在上 最低的呢 还保持在二点几 当然这个肯定是要往下调的 因为今天摩根大通刚才讲过 他已经下调了嘛 从2%已经下调了1%了 所以这个值应该最终的共识预期也是低于2%的 预计可能在1%或者0点几 1点几左右这么一个水平 但他和这个亚特兰大联储的这个负2.1%之间 也是差距非常的大 那么到底哪个更靠谱呢 或者说哪个更准确的能够预测到GDP的增速呢 从而帮助咱们去推测 是不是会出现连续两个G度的这个GDP的衰退呢 根据GDP Now 这个亚特兰大联储自己的官方网站的说法 他们的这个历史啊 就是从2011年以来到现在 整个的和最终的发布的GDP的预测值之间呢 是有0.84%的一个误差的 0.84% 你说这个其实就不算小 对不对 因为他预测的是负的2.1%嘛 如果扣掉这1.84% 那么就只有1.3%左右 这个值是平均啊 有了当时候比例高 有了比较低 那么如果我们去看那说那市场的共识预期 到底准不准呢 是不是也会更加不错呢 我们来看这张图的研究啊 也是他们官网上的一些研究的文章 当然这个研究文章呢 最早它是发布在2016年 2011年到2016年只统计了这6年 并没有最新的一个数据 通过之前刚刚在最前的6年里边能看到 上面这个蓝色的点点 就是这是华尔街的这个共识预期 华尔街的共识预期 然后下方的红色的点点 就是这个GDPNow的一个模型的预期 然后中间灰色的这个柱子 就是真实的当时发布的这个真实的数据 所以能看到这两个其实都有偏差的 那么根据他们当时的这个计算 这个蓝点点也就华尔街的这个共识预期 大概会偏差0.6%左右 那么加上GDPNow的亚特兰大联储的这个模型 会偏差0.84% 其实两个都不是特别的准 很多时候都会落在他们两个的中间 最终的模型会落在他们俩的中间 或者略低一点点 一般来讲就这么一个情况 具体每一次都能够准确的落在哪个区间 它不一定 但是就是代表着这两组数据都是有偏差的 所以我们在结合着现在这张图来看 你就能知道大概整个的这个模型的预测 可能就会在1%左右 是一个比较合理的 就是二级度 如果不剩 真的是GDP后面的数据继续恶化 然后跌破了这个0% 变成了一个负的 那么就会确认 进入到连续两个季度的一个负增长 那么这个负增长一确认之后 四条腿对吧 其中两条腿已经确认了 那么这个想跑得快呢 是吧 四条腿的动物就跑不快了 两条腿就不是人嘛 它就不太容易跑得快啊 所以这种情况下 咱们就需要去提高一些警惕了 那么这种情况就会涉及到 关于衰退来临 你到底是应该抄底啊 还是逃命的问题 好 这里呢 我给大家去列出来一些这个数据啊 因为我们要知道衰退 你要看它时间周期的长短 如果是很短期的衰退 那么意味着什么呢 在衰退期和走这个衰退预期 股价下跌的时候 很显然这是你很好的一个买点 因为它衰退时期很短 对吧 它如果你能够接受这个时长 你的持股和投资周期能够接受 那么对你当然是一个利好 你就应该买 那么同样反之 如果它的衰退周期都特别特别的长 你的钱你又等着用 你又耗不了那么长时间 你就完完全全可以在衰退周期 确认之前把股票卖掉 等到衰退临近接近于结束 或者有迹象结束的时候再买回来 对吧 所以这是完全不同的一个考量啊 好 那咱们看一下 我把这个美国历史上的 这么十几次衰退呢 分成了二战前 二战后 以及2000年之后三个阶段 因为每一个阶段的这个 经济周期啊和当时的经济的结构体量也都不同 但是呢大致我们能看出来 美国经济衰退的持续时长到底是怎么样的 好 二战前呢最厉害的这个衰退 当然就是1929年到1933年的大萧条 对吧 这一段时间包括到1938年左右 都其实都是大萧条时期 那么这个是29年8月持续到就1933年3月 衰退一共持续了39个月 这是历史上比较长的衰退啊 我们看到 然后1937年到1938年衰退持续了13个月 这两个加起来就是历史上最长周期的一个大衰退 这也是大萧条 好 那我们看到这两个之后 很多人会想 那现在我们的衰退是不是也都会是这个样子呢 我们看二战后 二战后 1945年衰退持续了8个月 1949年衰退持续了11个月 53年衰退持续了10个月 57年衰退持续了8个月 60年持续了10个月 70年持续了11个月 73年到75年持续了16个月 1980年到82年出现过两次的连续衰退 那么第一次是6个月 第二次是16个月 那么1990年到91年衰退持续了9个月 这是二战之后一直到2000年之前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感觉没有 差不多平均下来大概就是10个月左右 10个月12个月左右 10个月到12个月左右的一个情况 就是我们如果不去计算 大萧条时期的那个特殊时期 仅看二战之后 好 那我们看一看在2000年之后的 比较接近于我们现代的整体市场的 这个投资结构的 或者说是整个市场的经济规模的 那么它是什么情况呢 2001年衰退持续了8个月 然后2008年到2009年衰退持续了18个月 那是一次比较大的这个风暴 对吧 全球的一个金融风暴 那么持续了18个月 所以从这几点上来看 你就能够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整体的衰退时间大概平均下来可能也就是10个月到12个月左右 长一点可能就是156个月 那么遇到超级大的近代的这种2008年09年的持续了18个月对吧 接近了这个将近两年的时间 所以如果你的投资周期 你能够跨越这些周期 因为事实证明 你可以回去看以前的市场的历史走势 当从股市从衰退里走出来的时候 经济从衰退里走出来的时候 股市的表现都比较不错 而且通常也不是说完全确认了衰退已经结束了 股市才开始涨 不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说市场炒的是一个预期 如果你已经预期提前了三到六个月 你都知道六个月之后预期有可能经济会转暖 那么六个月前市场就开始已经有反应了 这就像是我们今年的一月份 就是我们今年在股市上的一月份 当时市场下跌的时候 12月底就开始下跌 对吧 一月底开始下跌 见顶 然后市场炒作的是什么 炒作的就是现在有可能会出现的衰退 提前六个月就反应了 所以如果衰退 假设二季度就开始了 那么它如果持续十个月 那你想想到什么时候 差不多就是到明年的三月份 二三月份左右 对不对 如果你认为衰退从明年二三月份 才开始 那你的投资周期 你可能就还要往后放 你现在可能还不到你超级的时候 你可能还要放到 它确认衰退 还会继续持续衰退 然后再去等待它的拐点到来 才能去买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 这种情况就完全取决于 你对于经济的看法 你认为现在这个衰退 会不会持续特别长的时间 或者是不是一定会出现衰退 按照刚才摩根大通的说法 这个二季度是接近于危险 但是到了四季度的时候 他们认为会重回增长 所以他还没有衰退 按照他的说法 而且从市场的计价来说 我们一直在谈 就是关于市场即没计价衰退 以3500为一个分水岭 3500点之上是没有计价衰退的 压根就没有 只是大家觉得害怕 然后跌跌跌到这里 可不可以接受 可以 然后3500点之下 就是真正的去计价 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衰退 并且衰退多少就跌多少 然后这就是一个大致的一个看法 所以现在市场的看法 是防守 然后重心放低 但是并没有说那么那么的悲观 一定看衰退又发生了一次大萧条 再来上几十个月三年五年的 现在大家暂时还没有这个看法 因为企业的盈利数据 尽管增速有所放缓 有所下调 但是并没有出现 大面积的负增长的情况 我们指的是标普 指的是标普的企业的盈利能力 所以从这点上看 我认为大家 还是需要对你自己的投资计划 时间周期 做一个良好的规划 理解了这个衰退周期之后 了解了美股和美国经济的关系 对吧 包括提前反应 预期 什么时候体现 你才能够去更好地规划自己的仓位 而不是简单的说 说买就买 说卖就卖 所以从我个人的角度 我暂时的考虑的情况 依旧是以逢低在做多 大家很明显地看到 对吧 我在逢低的去做多 依旧在希望把仓位 做一定程度的一个提升 这是我的一个大思路 因为我看 即便它最终是出现了衰退 也只会出现一个较短期的衰退 我并不看它一个持续的 长期的大衰退 如果看错了 那当然要为这个付出我的代价 我的代价就是看错了 可能需要熬很长时间 或者不要套很久很久 或者要承受很大的一个账面浮亏 所以希望大家理性地去看待 关于衰退这件事情 以及你的一个投资计划 好 讲了这个之后 然后我们来抓紧时间 说一说关于市场的 几个半导体的问题 今天我们看到半导体 实际上走得非常差 很多的股票都在下跌 对不对 半导体包括SOXX SMH 包括台积电的大跌 MDA也跌 RSMI也跌 都是跌 管它是不是龙头 对吧 是龙头是小弟 大家都跟着一块翻跟头 怎么回事呢 因为今天市场有传闻说台积电的三个比较大的客户 苹果 AMD 还有MDA 同时都砍单了 就是下单量 减少了 这个根据现在市场传递出来的声音说 第一大客户苹果已经启动了iPhone14的量产 备货量大概高达9000万部 但这个目标是已经削减了10% 还有AMD 还有英伟达 他们的GPU的芯片 为了应对PC需求的下滑 以及矿卡消退 这个问题也在削减订单 其中传闻AMD 到今年的四季度 还有R3年的QE 这个中间 大约2万片的7纳米和6纳米的 削减了这么多 这是传闻 现在也没有说得到一个确认 MDA这边并没有说砍了多少单子 但是也是要求延迟 并且削减明年一季度的一个订单 所以今天的台积电首先是一个大跌 对吧 它的这个情况就反应的特别快 一下就给跌下来了 所以这种情况 大家就开始担心说 整个调整了整个产量之后 是不是预示着整个半导体行业 要走一个大的下坡了 其实现在我还不这么看 因为包括像AMD 还有NVDA 其实我讲过 因为NVDA我的持仓有 我一直在说的是 当时在170以上 200多块我说的肯定贵 肯定贵 你如果原格按照 这个NVDA的前单估值 你看是多少钱 2023年1月的前单估值是100到332 对吧 2024年1月是113到365 所以我才说170块钱以下 开始慢慢的回归合理 慢慢回归合理 所以他们只是增速有可能会下调和放缓 但并不代表着他们陷入了负增长 就是说我们如果假设标普今年的盈利能力都不好 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 像NVDA和AMD 他们也是标普里比大多数的增速要快的企业 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 所以他们的问题就在于多少价格合理可以买的问题 而不是而不在于能买要不要买的问题 你是买 你肯定是他这里边你要去买 你除非你不投对吧 你不投任何东西 那你可以空仓等待没问题 如果你想做想找有优势的增速相对较快的 半导体即便是增速放缓了 也是标普里增速较快的 当然是个股不是说所有的这个板块都一样 每个因为个股情况不同 所以像NVDA这样的 我的情况 我的持仓 包括现在的整体的走势 由于上方的102到106的位置是加仓 但是152到106的中等支撑 没有任何止跌的形态出现 所以也没加上 没加上就继续等 下一个强支撑就是122到144 到这个位置继续加 只要出现了一点点止跌形态 马上就加仓 没有任何话说 必须加仓 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包括TSM TSM今天的走势 是属于一个临界破位的状态 因为强制升77块钱 今天刚刚好收到这 很有可能跌破 跌破之后 我下方有一个备用计划 如果真的是一口气继续往下扎 扎破了 64到69 50到60 有止跌继续买继续加 因为它的增速也不错 它的增速也不错 并不是说因为削减了产量 削减了订单 它就会变成负增长 没有 它仍旧是在标普里 在整个的市场里边 在半导体这几只股票来讲 是属于增速较快的 只不过之前大家预期比较高 预期比较高 那没办法 那就只能够现在大家预期下来了 就往下掉一掉了 但掉一掉也不是无止境的 也不是说掉到最后一文不值的 所以仍旧是基于基本面上 我对于半导体的看法 目前依旧是预期不要太高 价格价位和仓位 适当的往下排一排 分布一下 该买的还是可以买 我相信到了明年的时候 这些半导体的股票 或许不会带给你 就是好的半导体股票 你或许还会有些惊喜 但是前提是你要了解到 理解他们的增速预期 在整个的标普里的排行的位置 我认为是属于排在上半区的 整个的半导体 都是排在上半区的一个位置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大致看法 对于像MDA AMD半导体的一个情况 我个人选择继续逢低加仓为主 好吧 好 这个就是对于半导体的 传闻的一些说法 另外今天的持仓方面 我今天还是加仓了一只股票 今天加了这个FDX 因为昨天把这个PayPal不是打出去以后吗 仓位要进行调仓吗 调仓以后 现在我想要快一点 快一点 因为那边6%的仓位 我出去以后做一个横向的调仓 选了选去 今天就FDX其实还给了一些机会 盘中的时候 所以今天加了一点FDX 在这个均220块钱的位置 加了一个2% 然后现在6%的持仓 244.7的一个持仓成本 下方预计加仓了两个位置 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整 156到206 然后155到176把仓位调整到4% 往上又加了一部分 好吧 这是对于整个FDX的情况 那么23年5月份的前瞻估值是207到35 或者你理解为就是下个财年 它的前瞻估值水平 所以低于207的部分 它这个PE水平 207的PE水平已经很低了 已经按照很低的去算的 它今年和明年都是差不多是一个高个位数 或者是一个低两位数的一个增长 高个位数或者低两位数的增长 属于快于标普的一个增速水平 或者持平 然后可能会因为涨价的原因 可能还会冲一冲的 所以这种情况就以这种情况 缓慢去加 缓慢去布局就好了 好 这个就是带给大家的 关于市场的目前的一个情况 今天的内容比较多 希望讲的也比较快 可能有一地方还讲的比较乱 希望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多看几遍 多听几遍 理解一下 但是我认为今天这个信息 我想说的这个信息还是挺重要的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因为市场炒的是预期 炒的是一个预期 你根据你的周期来 根据你的时间和投资规划来 对我来讲 短期的衰退是机会 是机会是好的买点 绝对不是卖点 当然个股要区别对待 如果个股确认它的衰退周期 持续长达两年 我就没有办法等它 我就把它调仓换股到 有在未来两年能够 有持续增长保证的股票上 因为你的仓位差不多是没变的 你就不在那上面花时间 把仓位调到别的股票上是一样的 好 这个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然后到了周末的时候 想和大家讲一个关于做空的一个话题 因为最近这个市场不好 市场大家都在喊着做空做空做空 跟大家讲一讲 其实平常你看我挣股都不做空 对吧 我都没有挣股去买空或者卖空 跟大家讲过 我通常都是会用期权去做 这个地方我想跟大家讲一讲关于做空 你是不是真的能赚钱 很多东西一说就是做空多好的市场 这个不是稳赚不赔吗 对吧 还有做空一般都是那种方法 那么做空隐含的六个比较重大的风险 我跟你讲清楚 对吧 你愿意做你就做 对吧 你如果觉得你承受不了 那你就不做 因为所有的事情都不像你表面上看到的 那么的简单 好 这个是咱们周末的会员内容 和大家来讲解一下 因为到了周日的时候 会去更新RINO答疑的答疑帖子 发布在社区下 你找到带有QA标志的 一旦你加入这个级别之后 每天可以在里边提问 我每天可以在里边作答 好 这个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这个长周末 祝大家长周末愉快 好好休息 好好的迎接下半年的挑战 感谢大家的点赞评论和转发 那咱们就下周同一时间 再见